开学两个多星期了 但学校课程辅助活动呢 暂时还不能够恢复 那么为了让学生继续保持身心活跃呢 一些学校开始试行 线上的课程辅助活动 那么将舞蹈还有体育这些呢 注重肢体活动的课程 班上线最大的困难到底是什么 而教练如何调整他们的教学方式呢 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分享 居英中学的60名学生 从上个月开始 每逢星期五都会上线上羽毛球课 学校在三月中暂停这个课外活动后 向羽毛球教练王宝荣提议开办线上课程 搜索啦拍摄啦 包括去设计那个课程 剪接视频 我们大概用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最大挑战其实就是在 很多不是在我们领域上的技能 在一小时的课程中 教练一般会播放网上 或自己预录的教学视频 之后再让学生练习打法 就是那个限制说我不能做 可能实际上的动作的调整 我不能像我们线下 我们能调整它的球拍的角度 还是调整它的知识 可能我们不能把这方面做得很足 我们要通过一些 可能不同角度的拍摄的视频 让他们有更好的理解 我们尽量把线下做不到的东西 搬上线上来教 我举个比方 如果在线下我要举一种打法 我可能单单用讲的话 他们可能吸收就没有这样好 可是现在我们在线上的话 我把这个打法 我去把三种不一样的视频 的同样打法给他们去看 对付不同的球员 我们具备不同的打法 这方面就会凸显着 线上课程会更有效的 虽然如此 线上课程始终比不上球场上 和教练队友的切磋训练 我们在想 可能我们复课的时候 也能把这些所研究跟学的东西 跟线下的课做一个结合 然后从中 那个学生呢 可能也是可以从这边受贵 谢谢观看